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它总共有42层楼高 直径达150米 它的入口是在shopping mall 3厂的3楼 它整个总高度是高达165米 它有每一个车厢总共有28个车厢 每一个车厢是可以坐28名的乘客 因为现在call me lightning的关系 所以大概每一个车厢它可以容纳一组到两组人 然后旋转一圈的话大概是30分钟 可是你如果还要再加排队的时间的话 也大概抓30分钟进去 那如果要看日落的话呢 就要自己抓时间咯 那新加坡跟台湾它本身是没有时差 可是新加坡跟台湾日落呢 就差两个小时 台湾比新加坡早两个小时 那新加坡的日落呢 是在6点半到7点10分之间 然后越往12越走的话 它的日落时间会越早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摩天轮上看日落的话 自己要会抓时间咯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慢慢欣赏 那我在摩天轮上面拍的美丽的景观吧 那我今天是从白天然后拍到日落晚 然后这样子景观 那给大家看一下 那摩天轮的周围呢 你是可以看到F1赛车它们的跑道 所以它们比赛的时候摩天轮是关闭的 我觉得我是不太快的 但是我会不会看到F1赛车它们的 时间在进行 然後被不要再看到F1赛车它们的 那边下来还可以看到F1赛车它们的 更多方便 不要再来 那边上 还可以看到 我们在我们儿子的 好 这边 勒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刚下来 然后就有人要坐我们的车 我刚刚坐完新加坡的摩天文 这样坐完一圈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我是大概6点多 快6点30分的时候进去车的里面 然后大家要算好买票的时间还有排队的时间 所以你就可以抓住刚好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看会比较漂亮 然后现在进来这一区是那个纪念品区 我们没有要买 所以可能直接看一下 好多东西哦 OK好因为我们买的是套票 它除了加摩天轮之外还有这个时光之旅 那如果单纯买摩天轮的票的话是大人的话是33块 那么买套票是40 然后因为有特别的会员卡 然后有在打10%off这样子 那如果时光之旅单纯的门票分开卖的话是15块钱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你对新大坡的历史观光 然后这些由来不感兴趣的话 你其实可以省这个钱 所以套票减去那些时光之旅的票的话 你可以只用33块就可以看摩天轮的景观这样子 然后就给大家做餐口咯 好今天第二个经典带大家来新加坡的金沙饭店 57楼天空公园SKYPA 然后它是新加坡唯一一个地方可以360度上夜景 可能白天景色的一个地方 它不像摩天轮绕一圈大概只有30分钟 而且摩天轮如果当天天太大天气不好的时候 它是关闭的 然后即使当天万里无云了 那摩天轮风太大它也是关闭没有一夜 然后金沙呢酒店它的SKYPA 57楼 它你可以看白天可以看夜晚的景色都很漂亮 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你从快日路的时候 待到傍晚家里白天跟晚上的夜景都可以看得到 那金沙饭店你顶楼你还可以看到鱼尾石 这个景色是摩天轮看不到 因为摩天轮它的四角被挡住了 那另外你还可以在金沙饭店顶楼看到整个摩天轮 还有它的F1的一个场地都看得到 那还有金沙它本身的无边际游泳池你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如果你是住在金沙饭店里面的话 你是可以免费享用它的无边际游泳池的 而且你也可以免费来金沙饭店顶楼是该怕看美景 然后这个灯光秀呢是8点一次9点30分钟一次 然后是每天都有 然后中文名字很奇怪叫做奇幻弥漫声光水舞表演 简单就是灯光喷水秀啦 然后在顶楼看呢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你也不会被前面的人头的视线挡到 然后在金沙饭店的另外一面呢 它是滨海湾花园叫做Garden by the Bay 然后你也可以看它的那个Super Tree 然后它的灯光秀也很漂亮 然后它也是每天都有 那时间是7点45跟8点45每天两次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抓好时间 然后你可以在顶楼的话 待到这个时间满满 你可以看两边的不同的灯光秀 还有新加坡的美景哟 那看完美景之后呢 我喜欢跟朋友来这边的一楼吃Break Tab 它有一个Crazy Milk Shade 你可以来这边尝尝不同口味的Milk Shade 那这支影片上传的时候会是母亲节 祝全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